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24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政策熱話 先跟進一下垃圾徵費 星島申訴王就訪問到市民 市民為了要省垃圾徵費都可以說是創意無限 例如還會不會榴槤好呢? 榴槤的殼也很難處理 究竟各大市民是怎樣說的呢?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亦都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提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申訴王的最新報道 市民坑納實徵費創意無限 榴槤殼難以處理 想著改食提子不再食榴槤 報導的內容提到 垃圾徵費再次延期到8月1日推行 星島申訴王收到不少讀者意見 就說依然對垃圾徵費的細節有很多疑問 星島申訴王去到街頭訪問市民 看看大家對垃圾徵費的詳情了解多少 話說星島申訴王就著四大問題問市民 首先環保署指定的垃圾袋 是分多少個不同的容量 原來答案是9個 分別是3公升 去到100公升都有 價錢按容量由小到大递增 當中容量最少的3公升垃圾袋 售價每個3毫 而容量最大的100公升售價每個11元 另外市民可以在哪裡買到 指定垃圾袋和大型垃圾的指定標籤呢 答案是指定垃圾袋和大型垃圾標籤 可以在獲授權的零售商購買 包括71便利店、惠康超級市場、白街超級市場 和日本城等等的商店 全港一共有幾千個零售店 第三就是假如將床和床褥一起扔 市民需要貼多少個大型垃圾標籤呢 答案是2個 市民扔大型垃圾 考慮要貼多少個標籤的時間 應該要按數量作衡量 例如一張沙發 若果有拆件 市民在棄置的時間 需要用繩綁為一體 只需要貼一個標籤 若果市民同時扔一張床 和一張床褥 由於本身是兩件物品 因此需要貼兩張標籤 另外如果你所住的住宅大廈 或者商業大廈 是由私營廢物收集商 以非壓縮型垃圾車來收垃圾 當大廈人士扔大型垃圾的時間 就需要按重量計算 而並非用標籤來計算收費 另外若果市民違規扔垃圾 會將罰單又罰多少錢呢 答案是在垃圾徵費實施過後 若果有人違規扔垃圾 會將訂押罰款通知書 是指1500元港幣 若果違規情況嚴重 又或者屬於多次為例 有可能就會用傳票方式被檢控 即是要上法庭 首次定罪最高罰25000元 監禁6個月 再犯者最高罰50,000元 和監禁6個月 星島新宿王訪問了多位市民 包括年輕人和長者等不同年齡層的市民 當中最多人答錯的 是有關指定垃圾袋的容量 譚太說知道有多個容量的垃圾袋 可供選擇 但不清楚有多少個 而當中有年輕人Yuki 轉頭表示完全不知道 對於垃圾徵費 不少港人都想出不少創意妙招 減散丟垃圾的開支 當中有人選擇介食榴槤 就說以前都會吃榴槤 遲下應該都不會再吃 主要都是吃蹄子 因為沒有那麼多垃圾 那麼榴槤殼真的很難處理 另外亦說說這件月話 都頗離譜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特巴士18元的車費 只是給了2元 以及拒絕下車 內地男子大罵九巴 就說我是內地人 影片牽離中港網民的罵詞 報導內文提到 話說不論哪個地方的乘客 上巴士就要付足車費 這個應該是常識吧 不過內地網絡風傳 男子2元乘搭車 老修城路 涉戰巴士司機兼吐口水的影片 說見有個男乘客 就坐九巴N281路線的時間 只是給了2元車費 正常的車費是12.5元到18.6元 車長見狀叫他給車費 否則就要下車 不過男子拒絕下車 要求司機歸還錢 又大叫我不是香港本地人 我是內地人 我要投訴你 司機就報警處理 巴士停駛等待期間 車上的乘客紛紛直戚 這個內地男子阻礙 畫面一轉 又見到這個內地男子 不斷疑似爆粗 是責罵車長 更加向車長吐口水 司機更加罵他轉頭 說影衰些中國人 最終警察到場處理事件 全車人都需要下車 鐵文印尼內地和香港的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批評這個內地男子行為離譜 就說真是影衰大陸遊客的形象 車長做得好 亦都說不理你是哪裏人 沒有給足錢 就想運上車的想法和做法都不對 亦都說自己做得不對 還要吐人口水 就是不適合地說 不過同時有多位內地網民批評 香港人傲慢 冷漠無情 就說香港60歲人在深圳 都是不用錢 反過來在香港差你少少錢又怎樣 小器 亦都說香港人真的很冷漠 亦都說十幾年前香港包容性很好 現在爭得遠 歧視甚至受視大陸人 那種不知哪裏來的傲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整個過程就話說 這個內地男子上巴士 那程巴士的車費是十二個半至十八個六 他就給了兩元而已 簡單來說不夠錢 司機於是叫他 喂你要給夠錢才行 內地男子不肯給錢 還拒絕下車 另一邊商爭執期間 他甚至吐人口水 事件惹來車內的乘客不滿 亦都寫了上網 在內地網站亦都廣傳當中 不過網友意見都兩極 有一派網友就說 喂沒理由的 不管你哪裏人 給不夠錢就不應該這樣運上車 但另一邊商有多位的內地網民 亦都批評香港人傲慢 就說香港六十歲人在深圳都不用車錢 這些小小錢就顯得好像好小器 喂大哥 個個都是這樣做不了的 那相關的熱話繼續廣傳當中 不知道大家又怎看 不妨劉蓋賢聊聊天 另外亦都講講另一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見鬼系列的導演彭法 是獲得阿里影業環宇邀請合作 還佔知七位數字應急 輸解財困 報導的內文看到 以彭氏兄弟之名 合作導演見鬼 鬼域和風雲2 等等賣座電影的雙胞胎導演 彭信與彭法 在2023年12月 為了救患癌的太太 傾盡家財而申請破產 幸好獲得有心人的支持之下 彭法在昨日1月23日向高等法院撤銷申請 原來彭法獲得兩大影業製作公司邀請合作 同時佔知七位數字 被彭法應急 令B商昨日彭法離開法院的時間被問到太太的現時狀況 彭法就說太太在搏鬥著 5050 記者問到現在心情怎樣呢 他就說要面對的 人生就是這樣 那話說和彭法結婚30年的太太 在2022年2月確診末期肺癌 為了救活太太 彭法不惜花盡積蓄 每個月的醫藥費和生活費最少要10萬元 再加上太太確診的時間 彭法身在內地開工 最後因為擔心太太有事 決定賠錢離隊回來香港 因為長期未有收入 再加上因為導演沒有入息證明 沒有辦法去銀行借錢 只能夠向財務公司借貸 目前欠街數超過200萬元 彭法曾經透露哥哥彭信和嫂嫂李心潔 都幫了很多 以上來自星東日報的報道 希望彭導演撐住 據報環宇電影的林小強 是聯絡了彭法 表示有意和他合作 甚至是戰肢測位數字給他應急 等到日後有工作才慢慢扣數歸還 怎樣說都好 希望彭導演手得暈開 也都希望他的太太身體健康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